一包棍 来 这个礼拜回去是 立位记八章到十二章 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人可能 读不下去了 那还没有读的人请读一下 下礼拜又是脸的礼拜 又没有上课 好 来 我们现在要讲立位记 这一章在读 旧约圣经一定要记起来 这一张图 来 这个 是摩西五经 可能这是历史书 这个整条就是历史的进展 这里是 什么东西 诗歌智慧书 是在补充 补充 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小仙之书 也是在补充 补充这个历史 那这个为什么会跳到上面去呢 这个是历史有在作动 他们有在行动的时候 就这样做 好 那我们创世纪读过了 苏埃及读过了 苏埃及读过了 苏埃及 他们到 西南山以后就没有作动 所以在这边 立位记就给他跳到上面去 因为他没有在作动 民宿记 第十章 他们又开始作动了 所以又放在这边 然后到 摩亚平衡以后 又没有作动了 所以生命记又拿到上面去 这个意思 这样看得懂 现在我们在讲立位记 立位记 来 出埃及记 的时候是在讲律法 立位记是在讲救赎 所以他们开始要亲近神 那神说 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呢 就在讲 神的圣洁 跟人的圣洁 立位记就是在讲这个 那他们就要到 神面前来 敬拜 来献祭 然后 信花记又他们怎么生活 就讲两个部分 一个是信仰 一个是生活 所以到 神面前要怎么样祭 有一个记 一到第十章 就讲这个 他们有五个记 然后献祭就是 什么条例 跟规定 五记就是这个 法案记 数记 平安记 这个要背起来 现在是要问你们 好 那就要丢到其他就讲 什么样献祢 他的程序 好 那今天回信的是 第八章开始 亚伦跟他的儿子 就开始起来 要当祭司了 然后他们祭司 第八第九章 就是第一次怎么献 但是 开始献完以后 第十章 亚伦的儿子 马上就被打死 为什么呢 来看看 第八章 亚伦跟他的儿子 就开始造 摩西跟他规定的 开始怎么样怎么样 穿怎么样 衣服穿穿穿穿穿 怎么样给他 一些 连那个程序 都显然详细 弄了 就要亚伦跟他的儿子一起 要什么 瘦高 然后瘦案高 要献 赎罪祭 跟烦祭 然后要住在 会幕的门口 住七天 好 这是第八章 然后第九章 就开始献 第一次的祭 第八天 就开始献祭 亚伦先为自己献 赎罪祭 凡祭 然后为百姓 献赎罪祭 凡祭 数祭 平安祭 好 这是第一次的献祭 献完以后呢 圣经写说 他都照 摩西所奋付 然后献完祭以后 亚伦就 跟他祝福 祝福完了以后呢 耶伦伦的荣光就显现 有火 降下来 把弹的东西 烧掉 所以就是 第一次的献祭 好 那献完祭以后呢 第十章开始 以后他的儿子 亚伦的儿子 要开始献祭了 来 亚伦的儿子 拿把 亚底部 拿着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然后呢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 繁火 繁火 是 耶和华没有吩咐的 所以呢 马上有火从上面下来 把两个人打死 很严重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这个就是这两个人 去拿香 然后去拿火 好 所以呢 在出埃及经就有吩咐 在这个坛的上面那里 不可以随便献异样的香 因为当时他们 到那个地方有外邦人 会有一样的香 早就奋怒你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呢 那个 而且有跟他们规定 这是后来 到立会记后面的 十六章的 那是有讲 亚伦要拿香炉 要从耶和华的坛 拿火 要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 这个就是照规定的 这是你那后面的 第十章 因为他两个被打死了 所以后面你看到很小心 他们都这样子 从坛里面拿火 他们怎么怎么样 这是他们的程序 所以 就给人 想一想 为什么这两个被打死 第一个 他火 可能不是从 凡几坛拿下来 因为要从 凡几坛那边拿火 才可以 第二 这个大御之呢 那个 把香加在香炉只有一次 他可能没有照规定 那这 这些都有规定 早晚要固定要有香 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喝醉 然后他可能 他所做的仪式 是照当地人异教的仪式 反正 就是他们两个人 没有照规定 那一开始 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照 摩西所规定的 所以很严格 这两个就被打死了 好 那第十一章 你又开始讲生活了 那这生活 你们要怎么样 圣洁 因为第十三是有规定 你们 使你们可以将 圣的 俗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通通分开来 所以他们就开始分 分 怎么分呢 来 食物方面 然后生这些 这些开始规定 来第1个食物 食物他有讲的 左寿 这个左寿 什么才是 洁净的 可以吃的 什么才是 不可以吃的 都讲得很清楚 会倒局 就是会反除的 会脚有分体的 就是牛 羊 鹿 领养 这就是他的体 有这样子的人 就可以吃 那什么不可以吃呢 有反除 但是他的脚 没有分体 就像什么 骆驼啦 兔子啦 撒凡啦 这都不行吃 然后呢 这个就是骆驼 这是撒凡 这次去以色列 有人看到 好 那 第2个 这个 分体 又不倒绝 他体有分开 但是他没有反除 就是猪 所以他们猪是可以吃的 还有一些肉食 这些 好 这些不分体 又不能倒绝 这些肉食 这些也不能吃 所以他们规定的很 当初规定的很严 因为要把这个 圣结的不圣结 那他会想到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分 后来 这是后来 这些大家 在讨论以后发现 应该是这样子 这些属于不接近的 就是刚刚的 图在下面那些 不接近的这些动物 一般他是吃肮脏的东西 是尸体 腐肉 还有有的是 异教 祭祀有关 像猪 狗 这些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为圣经没有讲 为什么不能吃 只有跟你说 这个可以吃 这个不可以吃 他没有讲 所以 大家想想 可应该是不接近那些 应该是 这些 所以还是不要吃 对健康 比较好 这是这样子 在讨论 好 那水里面呢 来 洁净的就是 有刺 有灵 那不洁净的呢 像这些 没有刺就没有灵 所以像这些 龙虾什么这些 都不可以吃 好在 好在心业以后 保罗说可以吃 好 那不洁净为什么 他们想可能是这样子 他们生活在潜水 他吃一些腐败的东西 所以很可能 比较容易传染病 这个 这是可能 好 那鸟类呢 来 洁净的 他这些洁净的 不吃死吃 不吃垃圾 以种子 以生那个种子 为食物 这些 所以是比较洁净的 那不洁净的呢 一大堆 他的名字都写在这边 这些像鸵鸟 叶鹰 什么 什么猫婆鹰 这些 这些 鹰导鹰这些 都不可以吃 这些是 鸟类 这些 这些通通不可以吃 好 这个罐子不可以 那 不可以吃 为什么 很可能也是一样子 他这些不洁净的这些 不让他们吃的这些鸟类 很可能他们都吃 禽兽 吃腐烂的食物 最好不要吃 因为这个容易传染病 好 那昆虫呢 有赤膀 又有脚 但是会跳的 就可以吃 不跳的 爬的就不会吃 那也是一样啊 有刺有竹喔 他如果是爬的就不能吃 会跳起来的人就可以吃 然后呢 地上爬的 像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 蜥蜴 这些什么蜥蜴啦 这些不可以吃 这就是变色隆 燕迪的变色隆 这是不可以吃 那有赤膀不洁净的 窟窗也是一样 大概都是 都吃腐败的啦 无味的 所以 他大概是那时候啦 那时候的 环境卫生也不好啦 什么很容易生病 是传染病的啦 所以 这些 叫他不要吃 而且 规定很严喔 你吃 那个就不洁净 要怎么样怎么样 很严喔 好 第四端 规定是 生育 好 就是产后啦 你若 怀 那个男孩子 生男孩子 生男孩子 生出来以后 又有血 所以要不洁净七天 第八天 要给他先隔离 好像有男孩子啦 然后呢 这个 产后呢 要在家 休息 三十三天 才可以出去 那 这里有 有没有看到的 第八天 行隔离 当时候 立威姐很早 就跟他说 你们生男孩子 第八天 就有行隔离 都不知道为什么 摩西林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那里 咯咯咯咯咯咯 咯到 一九多 已经快两千年了 才被医生发现 第八天的时候 他的凝血 那个因素 最高 所以第八天 隔离的时候 最容易 减肥就对啦 死血啦 所以 你看啊 两千多人已经不一定的 也没有人知道 只是跟他说 你第八天先隔离 就这样 后来也知道原来是 真的 好 那 生男孩 生男孩 是休息 不结晶七天 休息三十三天 那生女孩呢 要两个七天 然后呢 要休息六十六天 就是什么 就是两倍的意思 为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 我想应该是 生女孩 很丢脸 当时候 所以大概 不好出去 见人 所以就在家 待久一点 或者是 生了女孩 很不准啊 对不对 就 起不起精神 就让他剁休息了 所以刚好两倍 这是 生长的时候 给他的规定 好 回去就读到这里 然后 他们结晶日以后 要限期 限期就结束了 来 进去 这